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浓度下降 细胞内的钙离子就会往细胞外移动 补偿钙离子浓度造成细胞内钙离子不足 发生低血钙现象造成抽筋 另外电解值不平衡也会造成每离子过少 使得钙离子从细胞外移动到细胞内 钙离子浓度变化剧烈就容易造成抽筋 抽筋的时候可以慢慢做一些反向伸展的动作 或者按摩放松 抽筋的48小时之内可以冰敷 48小时后而且比较没有疼痛感的时候 可以热敷 除此之外做好事前的预防更重要 摄取所谓的钙啊 镁啊这些的一个食物 在运动的过程中 第一个不要过度的一个运动 要衡量你自己的能力 那第二个就是要适时的 在运动的过程中能够摄取所谓的水分 或者是刚才讲的所谓的电解质 运动前也要确实做好热身运动 才能有效的预防抽筋 那营养师强调呢 我们要让自己保持血钙浓度稳定的关键呢 在于负甲状腺素与维生素D3等两大要素的分泌 是否正常有关 那血钙降低时呢 负甲状腺素一方面作用于骨骼 促进钙质由骨骼释出 另一方面对肾脏下达指定 减少钙质由尿液排出 至于拥有钙质搬运工之称的维生素D3 则让食物中摄取到的钙质更有效的被小肠吸收 进而进入血液循环 增加血液中的钙质浓度的作用 那么在日常生活的习惯中呢 要从银行补充饼补充我们的钙 铭还有维生素D3是非常重要的哦 饮食方面呢 我们可以吃一些高盖的食物 如法菜、黑芝麻、紫菜、小鱼干、牛奶、豆类制品、绿色蔬菜等 来强化骨骼 都是不错的补充方式哦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健康视节报的报导 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如果你有想要询问我们任何关于健康的问题 欢迎扫描QR Code 或者是在影片下方告知我们哦